5号 英国第二大城市博明翰的市政委员会宣布该市破产 博明翰是将停止所有新的开支 但保护弱势群体等法定服务除外 据英国媒体报道 博明翰市政委员会破产的主要原因 是社会护理支出增加 企业税收减少和高通胀 此外 还与解决同工同酬索赔的数亿英镑法案有关 2012年 博明翰市政委员会在一项有关同工同酬的上诉中败诉 当时 英国法院做出了有利于174名员工的裁决 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员工 他们认为在工作中薪水低于工作价值相同的男性员工工资 今年6月 博明翰市政委员会透露过去10年中 他们已经支付11亿英镑的同工同酬索赔 当前负债为6.5亿至7.6亿英镑 并且还在以每月500万至1400万英镑的速度累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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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